曾因主持《天天开心》名气大响的69岁资深艺人方骏 2006年没开二度,与小他20岁的娇妻结婚 婚后生下一女,幸福甜蜜 不料 后来老婆因病离开,仅剩他和女儿相依未命 为了养育女儿,方骏长达四年未接戏 图片来源,联合新闻网,夏童 据《苹果日报》报道,有过两段婚姻的方骏 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小孩,老大已41岁 每个都成家立业不让他操心 而第二任妻子跟他相处16年 最后因病离开,前几年他悲痛到一度走不出来 排好小女儿听话贴心,两人就此相依未命 方骏全心陪伴12岁女儿 他透露连续四年天天煮早餐给女儿 我不让他吃外食,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做早餐 晚上接他下课,我真的很爱他,跟着他一起作席 为此不接戏,因为拍戏没日没夜,我没办法 而不拍戏的他靠着投资副业有成 我投资数千万在埔里做瓶装水 已经没有回头录了,偶尔上上节目 不是为了通告费,而是来见见老朋友 图片来源,《苹果日报》,夏童 他今日出席新系记者会 也开心秀出女儿的照片,笑说 还好像妈妈,言语之间尽显为人父的慈爱 当被问到是否想找个伴 方骏则回答 女儿说,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觉得不想要 生活习惯要再配合得很难 照顾好自己比较重要 而一旁的王采化则笑说 他80岁的老爸一直在患女朋友 骏哥很养生,应该也很厉害